尊敬的各位嘉宾,各位朋友,女士们先生们,大家晚上好。 金秋送爽,当贵飘香,中秋时节,正是中国国庆佳节前夕,今晚我们翻须一谈,共庆佳节。 我受温国林主席的委托和华联总会群体成员一起,在这里对各位嘉宾的到来,表示最热烈的欢迎。 感谢你们在百满之中超出宝贵时间,和我们一起共度庆祝主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华弹。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,75年前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 75年后的今天,新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,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。 我们看到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绿色环境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中,中国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 对此,我们海外华人心中感到无比欣慰与自和。 我们生活在加拿大,为加拿大的发展建设和多庸文化的环境,以及各组维的和谐共处、奉献力量,是我们每位加拿大华人应尽的业务。 同时,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华朝,也应该发挥自身作用。 做好家中两国民间的桥梁作用,关心与支持中家关系的发展,促进家中民间贸易往来,为两国人民保护力。 在中秋时间,这样一个团结的季节,我们期望世界得平,我们愿意为加拿大的光荣美好,为增进家中友谊,为家中两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安康,做出积极贡献。 最后,预祝今晚的活动有满成功,也祝大家节律快乐,万事如瘾,谢谢大家。 谢谢,谢谢,谢谢,王新冠主席的影响。